TinaTina 哈囉大家好我是Sammy 今天是我搬來Sandee Diego 這是第二個月了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爸媽前兩周 来San Diego找我 然后我们一起住的一个Airbnb的房间 然后因为这Airbnb的采光 各方面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我就想说把握机会在这边 就也拍一支影片 所以这支Vlog呢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整个搬家的过程啊 然后从Irvine啊 然后现在 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搬家的时候 是真的蛮感伤的 好不容易跟一个新环境 就是培养了一定的熟悉度之后 然后你又要马上要搬到新的城市 Irvine的话就是比较多 华人吧 华人的人口居多 然后这边就是比较多白人 虽然说我觉得这边的路况啊 跟商店的品质啊 觉得是没有Irvine这么 高级这么完整的 可是这边的就是多样性就很够 可白人的文化 当然也有一些甲军人的文化 然后墨西哥人的文化也很多 所以这边就比较多元一点 那在Vlog开之前呢 一样就是按照惯例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期我在Annalisa 才能拿到哪一些商品 没错这一次呢 我都是拿着戒指 因为那天我就突然发现 我好像每次都是 拿到一些项链类的公关品 然后我就项链类的 这样应该也看很腻了吧 然后我的戒指 Always就是那一个第一期拿到的 那一个白色的那一个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戒指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今天呢第一个呢 我拿到的是 这一个 我跟你们说 这个真的是超级无敌美 它是两个一起 组成的一个戒指 然后它两个合在一起 就变得非常的有层次 然后很有设计感 尤其是这种非金属材质的制品 就很容易看起来很廉价 然后很塑胶 然后感觉没有分量感 可是这个呢 就是看起来很有分量感 然后它的白色也挑的很好 可是它再也是很轻的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这一个 这个戒指啊 它的搭配性 我觉得就比 刚刚那一个还要强 因为它是属于马花 然后比较 基本款的 所以我不论是 穿比较有设计感的衣服 还是 比较随性的大雪梯 它都会很适合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 这个耳环 我已经戴了 有没有 三个月啊 应该有超过三个月喔 它就是一直这样 死死的卡在我的耳朵上面 我给你们说 我真的大推这一款 如果你们有在找 每天都可以带的 有设计感 但是存在感 不会太强的 耳环的话 你们一定要 一定要去买这一个 然后现在情人节呢 Anna Luisa 有给我一个 八折的优惠 八折应该 像是我跟她们合作以来 折扣下最低的一次了 然后 我都会把我 使用的戒指跟耳环 放在下面的资讯欄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记得去使用看看喔 小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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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迪 哥迪啊 你是不是又要生氣了 哇 好漂亮喔 他已經三桌沒洗澡了 跟他散步散到一半 他就會突然停下來往後看 我跟你講 晚上散步真的會嚇到 他說後面有什麼東西 結果什麼都沒有 哥迪是不是最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棒喔 稍稍訓練他吃飯 好可愛喔 他都不會站起來喔 嗯? OK 好棒 我要好好跟我最愛的甜點道別 以後不能想吃就吃了 我得過唷 這個很好吃喔 Crabble 出發囉 出發囉 好多東西 我得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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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個電腦一幕我真的完全不會組裝 這到底有什麼東西啊 天啊 完工了耶~~ 這個都亮了 終於整理完我的房間了 我真的是幸運到不行 然後呢接下來帶大家room tour一下 就是我的床頭櫃書櫃 然後這個床單是房東給我的 對他們人對我超好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簡單的化妝台啦 我現在的化妝品都變得非常的少了 接下來是我的衣櫃 上面就擺一些比較不常用到的東西 然後右邊這個衣櫃呢 就比較像是短板的衣服 然後下面比較像是下省類的褲子啊 裙子啊 然後最下面就是瑜伽店 包包類的東西 再來是左邊 左邊我放比較多長板的大衣外套 接下來是我的廁所 廁所我真的非常的滿意 燈很滿意 然後很大 那這個化的部分呢 大家就先掠過 這是房東送給我的 算是入處裡吧 接下來後面就是我的保養品區 跟一些牙齒的用品 跟化妝棉類 然後下面呢 左邊有我的洗衣袋們 然後右邊就是從我第一公寓 一直跟我用到現在的洗衣欄 這個非常的好用用 我的鏡子到了 愛心 然後現在要再衣服 然後再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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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們也要衣服 然後再衣服 我就想說順便帶大家來room tour一下 我們這一次跟我爸媽一起住的這個 Airbnb好了 外面說基本上這個Airbnb跟照片長的似乎是一模一樣 裝潢看起來是就是重新整理過 應該是一個老房子 但是我覺得家具啊然後電視啊 廚具啊都很完整然後準備的很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呢 因為對我馬上就要check out了 所以就小心先整理好放在這邊 我真的覺得這一個角度這樣看電視真的很爽 因為長期住在外面啦就租房子什麼之類的 你就一定很少有時間或是很少有空間可以去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 然後我爸媽來人家兩週我們就一直狂看什麼各種台灣藏衣節目 然後再來是每個美國廚房是必備的中導 它的中導我覺得也還不錯 唯一一個就是小缺點就是它沒有舒服的椅子 這個椅子很難做 因為我有幾天在家工作就是覺得Oh my God 屁股爛掉了這樣子 房東也很可愛的寫了我的名字 房東也很可愛的寫了我的名字 對 房東是個白人喔 他可能就是照著畫吧 蠻可愛的 廚房呢就是這樣 該有的都有 再來是它的冰箱 冰箱還不錯 冰箱就是基本的 那這裡面都是打包好 等一下馬上check out要帶走的東西 這邊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鏡子 很喜歡 這個鏡子是我一直就是每次家具店都想買 可是這一種鏡真的很貴 就可能幾百塊 上千的那種 那廁所我覺得還不錯的是都是很清很乾淨的那種 對 然後跟照片長得是一模一樣 然後我的房間 就是很基本很經典就這樣 對 然後這個房間很容易跳電 我是一個不整理床單的人 然後這中間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就是收納台 然後他有給一些毛巾 因為這邊離海邊 喔對這邊location很好 離海邊很近 所以我們就是大概走路20分鐘吧 開車3分鐘就會到海邊這樣子 然後這邊另外一間采放比較好 是我爸媽睡的房間 就是跟隔壁間幾乎就是一模一樣啊 對 然後上面他還有附一個電風扇 然後在美國就是你房間內有燈 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 的remodel或是新幹的房間才會有的東西 像就是這一次我爸媽來他們的room tour 然後昨天我已經在他們回去機場 他們現在應該已經快要落地快要到台灣了 就這樣 繼續一個人的美國奮鬥日記 OK 謝謝你們今天收看我的這一支Vlog的影片 然後希望你們也有享受跟我一起 就是這種從零到有的感覺 現在我覺得我在CNEO就是活的 還蠻開心蠻自在的啦 那影片最後不要忘記就是 Analisa的這款嘛 Same me CH20 歡迎大家要在情願節的時候 為自己購入一件可以打八折 又有很有美感的Analisa的視頻喔 好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炫耀一下我的戒指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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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哪裡 自己出發 tentar 不可以在哪